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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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大家一定也曾經在網路上看過一些 令人髮指的殘忍視頻 也許你是在某些論壇上看到的 又或者是無意間看到臉書網友轉貼的 但也因為好奇心的作祟 即便是在慘無人道的影片 就算用跳轉的方式 也會硬著頭皮把它看完 而隨之而來的 就是一股恐懼和錯愕感 一整天的心情都可能因為這一段小視頻而受到影響 甚至從此留下陰影 但你有沒有想過 這些駭人的視頻或圖片從何而來 他們的根源又是哪裡 在這之前我想給大家看一張圖片 在這張圖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了 網路世界被分成了三個區塊 表網、聲網以及最下層的暗網 而我們一般所使用到的區塊 就集中在表層網 大約只佔互聯網總面積的5% 也就是說當你在讚嘆Google引擎 能找到一切你想找到的東西時 但實際上還有95%的內容 是就算你知道關鍵字 也無法在瀏覽器上搜索到的 而聲網的內容大多數都是一些數據 私人架設的網站跟一些加密的文件訊息 一切有著非公開造訪機制的網站 也在聲網的範圍內 這其中還包括了網上的銀行還有電子郵件 和一些需要註冊和權限才能夠進入的網站 也都算是聲網 也就是說聲網被廣泛用於企業領域 有著指向性非常強的用戶群體 那麼暗網就是什麼呢? 暗網是指在聲網中更底層的一塊領域 也就是一般人不會觸及到了區塊 如果你認為DYNC或者BESTGORE這類獵奇的網站 已經夠黑暗了 那麼我可以告訴你 暗網的內容絕對是你更加無法想像的黑暗 而這類型的網站 我們無法用一般的搜尋引擎抓取到 所以我們需要用一個名為TOR瀏覽器的鑰匙 為了避免被敵軍跟蹤信號 TOR在早期是美國海軍用來透過代理伺服器 加密傳輸數據的技術開發 但也因為網路的進步 軍用一直到迷用的轉折 TOR這項技術 如今已經變成美國政府最頭痛的敵人之一 TOR有著非常複雜且高端的加密技術跟隱密性質 每個人都可以在匿名下使用 也因為它的隱密性 TOR在這幾年來已經變成了許多黑市、犯罪者 跟神秘組織非法活動的溫床 連ISIS恐怖組織都曾經透過暗網 互相聯絡策劃部分的恐怖攻擊 甚至還有斬首、當街掃射、虐殺等恐怖害人的實況頻道 此時此刻都還在暗網上進行著 而其中暗網最有名的組織 Cicada 3301也非常神秘 Cicada 3301從2012年1月開始 就在網路上發布了第一道謎題 用來招聘世界上最頂尖的解密者 並且寫道 大部分的線索都於暗網之中 且陸續在世界各地 包括夏威夷、首爾等地區 都可以找到關於Cicada 3301的訊息跟標誌 甚至有人聲稱 要解開謎題 需要精通各種密碼學、文學、神秘學 宗教學、瑪雅文等多項技術 就在解密活動持續進行了一個月後 Cicada在國外的Fortune論壇中發帖寫道 我們已經找到我們需要的人 而一個月的旅程就此告一段落 據說有網友表示 在另外一個暗網之中 他看到了Cicada首腦發表了他們組織的理念 研究和開發技術 來幫助我們所提倡的思想、自由、隱私以及安全 曾經還有人認為 Cicada是屬於CIA或者NASA等特工組織的部門 而這也就是為何許多人確信 政府又在使用暗網 來招聘專業人士為秘密組織服務的原因 但始終沒有人知道這個神秘組織 他們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也沒有人知道通過了這次答題的人究竟是誰 就好像人間生發了一樣 再來說說黑市吧 談到了黑市 就一定要講到最有名的絲綢之路 在這個網站內 你可以使用比特幣買到各式各樣的毒品 它的頁面就像我們一般所使用的線上購物網站 但不同的是 內容全都是一些非法的違禁品 雖然說思路在2013年就被FBI給查封了 但即便如此 思路的毒品總交易量還是高達12億美元之多 而根據資料的統計 有近30%的交易量來自於美國 其餘還包括了英國、澳大利亞、德國、加拿大、瑞典、法國、俄羅斯、意大利、荷蘭 另外還有27%是衛生報的數據 而在暗網中當然也不只有毒品 包括了人口販賣、假鈔、軍火、護照、電腦病毒等非法程式 跟一些機密的軍事文件包括私人的帳戶密碼 暗網中的黑市可說是無期不有 甚至你還可以在暗網上僱傭殺手 而價格取決於你要殺害的對象 一般市民有一般市民的價格 而政客和公眾人物則是另外計算 我操你他媽胡握我啊 好啦我是不知道你們信不信啦 反正我是不信啦好不好 算了算了我們繼續我們繼續 你還能在暗網中找到很多詭異的文件 像是教你如何烹飪人類 還有一些外星人的機密文件等等 還有專門提供給吃人屁和被吃屁所架設的網站 看你是喜歡被吃呢 還是想把對方給吃掉 你都能在這類網站找到跟你有同樣怪癖的人 甚至曾經真的有人利用這類網站找到了願意被吃掉的對象 最後成功相約出來吃了對方 而這件命案也在國外鬧得飛飛揚揚 雖然網上找到的很多關於暗網的文章 都無法證實其真實性 但可以確定的是 暗網中充滿著各種虐待動物和人類的圖片與視頻 甚至暗網中有許多為其架設的網站和論壇 是專門提供給這些喪心病狂的人互相交流聊天的地方 其中兒童色情網站在暗網中最為常見 各種你無法想像到的變態亂流 每天都在暗網中上演著 也許你聽到這邊就已經夠毛骨悚然了 但你更加無法想像的是 這些人使用這類網站 就跟我們一般人逛臉書時一樣的稀鬆平常 試想一下 當你上臉書看到的不再是一般朋友們的生活照跟圖文 而是一堆殺人後的犯案現場跟屍塊的特寫時 你會選擇離開還是留下呢 最後我要來講講瑪莉亞娜網 雖然也沒有經過明確的證實 但值得一提的是 瑪莉亞娜網的名字取自於瑪莉亞娜海溝 是目前已知最深的海洋 而瑪莉亞娜網就跟他的名字一樣 是目前最底層且最黑暗的深網 也拜一些好奇心超強的外國網友所賜 瑪莉亞娜網的部分內容才慢慢浮出水面 據說裡面充斥著各種惡意 所有最極端恐怖害人血腥 包括最變態最惡質的兒童色情片 都在瑪莉亞娜網裡 也因為內容太過於震撼 往往這些來自於瑪莉亞娜網的內容 都一一被刪除 從此消失在飆枉 講到了這裡 你是否也跟我一樣開始思考 在這個世界上 到底還有多少黑暗且不堪的事情 是我們不知道 但它卻在發生的呢 你決定了! 所以就做了! 努力我的夢想駟 努力 ide上了! 把夢想駟 就做了! 有些人想想想想想 當你迷人會醒來 要工作 什麼便可以 無可欠 做了! 但你一見到 你才會離開 Assim 到人家會辫 而你不會靠 那 別 做了?! 做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